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說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華人 中國人很早就開始飄洋過海 在海外只要細心觀察 可以發現不少華人留下的足跡 位於馬尼拉的聖亞哥斯坦教堂 是菲律賓最古老的石造教堂 1587年開始興建 門前竟然有四隻附有中國特色的石獅子 原來當年已經有華人工匠 參與建造這座教堂 裡面的石樓梯 以及絲哥班木耳上面的精美雕刻 都是出自華人的工藝 早期移民到菲律賓來 很多是工匠 農夫 漁夫 從福建廣東這一帶 他們其實不是商人 因為菲律賓人那個時候 只會種田 做買賣這個任務 變成是華人來代替 所以他就很高興 有這個空間來做生意 華人在南洋經商 已經累積了幾百年的經驗 形成了今天菲律賓 以及印尼的民商 泰國的潮商 以至整個東南亞華商 獨當一面的景象 洪玉華是中非混血兒 也是研究海外華人歷史的專家 他籌款興建的菲律賓歷史博物館 位於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裡面擺放了不少華人 早期停留當地的歷史見證 像我們菲律賓歷史博物館 有唐朝的雲碑 所以很準確地說 宋朝以前有沒有華商來過 應該是有 因為有拿到那些雲碑 可是沒有記載 沒有文字的記載 所以我們不能說百分之百是這樣 根據學者考證 早期中國商人到菲律賓 以至整個東南亞 都是用以物易物的方式進行貿易 利用中國的絲綢、陶瓷 甚至龍具 交換當地的珍珠和金塊 由於要利用風向航行 他們通常每年三月就會到菲律賓 停留兩三個月就離開 到了十六世紀 才開始在菲律賓聚居 菲律賓在殖民地統治期間 宗主國西班牙的大帆船貿易 就利用馬尼拉作為轉口港 將中國的貨物 運到歐洲和墨西國 當馬尼拉這裡的貿易 越來越頻繁 更多的華人 就被吸引來這裡找相機 十九世紀中期之後 無論是菲律賓 還是整個東南亞 華雙崛起已經成為事實 而且還變成一個特別的社會階層 在印尼一些歷史悠久的寺廟裡 在印尼一些歷史悠久的寺廟裡 很容易在捐獻者名單 發現一些很特別的稱為 雷真蘭 甲必丹 是以前荷蘭殖民地政府 委任華人領袖的職行 雷真蘭 即是Lutnant 是最初級的官階 甲必丹 就即是Captain 是高級官員 而馬腰 Major 就是最高級的地方管治階層 殖民地政府採取以華制華 挑選一些有名望的華人 去管治當地的華人社會 華雙自然就成為了拉攏的對象 在蘇門答立綿蘭的張容軒 張堯軒兩兄弟的家族 就曾經顯赫一時 最初的時候是雷真蘭 後來就變又再身為Captain 到了最後才變馬腰 華人的利益 受不平等的待遇 我的真主婦就出來 跟他們交涉 使他們得到更好的待遇 好像本地 我們都有幫助本地的人 做回教堂、橋 在1916年建成的成德橋 有名張容軒橋 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頒發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存獎 這座橋顯示了張氏兄弟 對地方的貢獻 張容軒、張耀軒 兩兄弟在外地生活 但是對自己的祖國 還是念念不忘 張容軒又名張旭南 1904年 他回國興建的潮傘鐵路 就是中國第一條文辦鐵路 華商在南洋 除了得到殖民地政府棄重 和清政府的關係 亦相當密切 官的智慧就是因為 如果有貢獻的 對國家留意的事情 對社會留意的事情 他們就會封他們一個官職 那個時候 持世代後 又召見我的真祖父 現在還要留下來一個壽子 就是他給我的真祖父 做聖聖人 張容軒當初離開家鄉梅州 去南洋謀生 最先是投靠同鄉張拔氏 當時張拔氏已經刻刻有名 而且梅國投資不少工業和建設 位於山東煙台的張玉釉酒廠 就是其中之一 這個洋味運動 中國對世界的開放過程當中 那麼張畢士先生 實業興邦的理念 他非常強烈 那麼他希望用自己的資本 能夠回國為國家的工業、商業 能做一些貢獻 所以說這就是他創辦張玉酒廠 酒廠在1892年創辦 當時滿清政府很依靠海外華商的財力支持 張拔氏投資了銀兩三百萬 興建當時全亞洲最大的酒窖 那麼他把廠房和地下大酒窖 都設計成了類似於手槍的形狀 據當時講呢 他的語意就是瞄準西方的企業 要與養酒一比高低的這樣的意思 張拔氏引進了西方的釀酒技術 希望帶領中國工業走向現代化 他相信中國要走出經濟困境 一定要作出一連串的改革 1904年的時候 張碧氏上書光系房地 提出十二條的條約 其中講到 要求當時的清政府 要深修水利 開放造田 深辦鐵路 張拔氏心得滿清朝廷器重 是家鄉廣東大埔縣的祖屋 門前光綠第三個字 是直帝總督李鴻章的首筆 當年他官拜一品 朝廷封他做光綠大夫 而在1893、1994年 清政府先後委任他做 駐濱城副令使 和新加坡總令使 其中一個任務 就是要他培養海外神文 效忠滿清皇朝 張拔氏於是在新加坡 推動成立中華總商會的前身 中華商務總會 而張榮軒兄弟 以及部分南洋富商 都在他感召下 陸續回國投資 他申請提出 深為中華民族 立當效於中華民眾 這句話不是說 我身上穿的是洋裝 我的新衣言是中國新嗎 他發了財以後 他不會忘記 國家當時是多災多難 人出來十月救國 這才是我們作為的後代 感到自豪的認識 讓我多年為 他在本地的 Digimon 一年為 你真的想像 它在說 最少用的 好多年為 有三年為 我…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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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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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世纪 华商商计投资石矿 将矿产卖到西方国家 到20世纪 又开始投资当时新兴的橡胶原而致富 当中包括曾被誉为马来亚橡胶大王的陈嘉庚 其实我爷爷做很多东西的 但最主要是做橡胶 我们后面看过这个工厂是以前我爷爷制造橡胶胶片的工厂 还有其他应该还有另外两个地方是做橡胶成品的 都有人称呼他是马来亚的Henry Ford 因为他是马来亚头一个做到这么大的生产船 陈嘉庚1874年在福建习美村出世 父亲早年已经去新加坡开米蒲 陈嘉庚后来也都出国 跟随父亲学做生意 结果清出于蓝 陈嘉庚的孙女Paggy 在帮一本雜誌 撰写有关他爷爷的文章 他说当年大部分的华商 都要通过洋行买品 卖橡胶原料 但是陈嘉庚竟然想到 直接去欧美找买家 打通当地市场 Instead of selling it to middlemen and earning just a bit of commission he would sell it direct to the end users and that would mean that your profit is bigger how was he able to do that when all the others were not was because he relied on employees like Li Kongjian who was able to speak good English only one language is Hokkien but he would be extremely receptive he would talk to everybody who would come by calling all the time he would have two or three secretaries with him who can interpret for him so he was receptive and he read a lot he read a lot of industrial books I mean books from the west on industry Peggy是新加坡一间广告公司的合伙人 她说爷爷做生意的手法 在当时来说可算前违 例如她创办南洋商报 懂得用报纸广告 来宣传自己的产品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businessmen in Nanyang to actually go directly into advertising quite interesting I think he learned quite a lot from the west as well I could see that certain designs were copied from the styles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London or New York Yes, he was a good imitator 打扮西化的陈嘉庚 善于吸收西方的营商手段 但是骨子里 就保留华人的传统 黑虎内露 陈元祭是陈嘉庚第七个儿子 他说爸爸很努力 从来没有一天假期 他还记得自己还在读书的时候 爸爸不时会带他和其他兄弟 去巡工厂 我五叔是说过 就是说他读研书 开始去公司上班 那头一天 他就带了胎 带了胎 以为和爸爸一起上班 爸爸坐车去 爸爸出来 第一个做什么带胎 脱了去 第二个 你自己带巴士上班 这样就行了 陈嘉庚涉烈的生意繁多 要打你并不容易 于是他用华人的传统方法 凭借恩亲关系 去帮自己找帮手 他看见下属李光潜 很有才能 于是就把自己的大女 嫁给他 而其他的女婿 亦各有所长 我的四姑长 是一九二几年 是MIT不业的 那时候 中国人 有MIT不业的 很少很少 为了这些人 会长时间帮他 他就 第四个女孩 快嫁给他 所以 他是第一个眼光 第二他很会用人 陈嘉庚这类熟悉中西文化 长袖羡慕的商人 在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 得到很大机会发展 不过 好景不常 一九二六年开始 世界经济走向大衰退 帐交价格大跌 陈嘉庚的企业 开始赤字累累 一九三四年 陈嘉庚有限公司 被逼收盘 时代的转变 将一批华人富商 淘汰 不过另一批华商 包括李光潜 捱过经济衰退之后 就开始冒起 不管是任何地方 不管是英国也好 法国也好 荷兰的殖民地也好 就是泰国的独立国家王国 大的城市里头 华商的势力越来越大 它就是靠经济势力 它特别懂得 这些所谓所谓 近代化这种商业 工业的这种需要 它学会了 就不停地在 在跟他们 跟西方竞争 因此他们就 建立了他们 很很好的一种 经济基础 水道是泰国最主要的农作物 也是出口创汇的主要收入来源 目前泰国八成的大米出口量 都是操控在当地的华人手上 都是操控在当地的华人手上 被誉为是泰国的米业大王 国际没有出口 所以由这个大米出口 等于国家的外汇收入增加了 鼓励了大家都想看好出口 大家都来做出口生意 二次大战之前 泰国米都是本销为主 大米的对外贸易 完全操纵在外国商人手上 二战结束 泰国是战败国 大米出口更加不准自由买卖 全部交由联合国统一收购发售 但是就经常发生退货情形 那个米是我们已经卖给政府 政府也不知道拿到哪里去 所以就蹲着在那边 数量很多几万吨米都变坏了 除了政治政府 但是我们佛山都满了 不用说生意了 都蹲满了那些坏的米 在我们的佛山里面 我们就把这些米 跟专国买过来 去把它抹白了 把那些脏脏的去掉 把它换成新的滑袋 看起来跟好的米一样 运出去每个邻近的国家 马来亚、新加坡、香港 那个时候米很需要 就抢就要 经此一役 华商开始进军 泰国的大米出口 中米还是要靠学生去找市场 没有什么办法去做 讲句老实话 华人用生意方面 比较卖力 都要靠去找的 你看跟非洲这么多 国家 几条路我们都跑得出了 是吧 不是容易的事情 开放的时候 不只是大米出口 其他的土壮 什么也都有 直接运到一块钱 没有什么 dropped 听说真的 没有什么 可以 不键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事 不键 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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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谷银行起初只是一间本地银行 但是在成立短短二三十年间 已经发展成为东南亚最具规模的商业银行 盘谷银行主要的创办人陈不辰 是广东朝阳人在泰国出生 五岁的时候 他和当年大部分华侨子弟一样 给爸爸送回乡下读书 十七岁才回泰国工作 由于他老根灵活 计数又快又准 很快就得到老板的上识 新近几年就自立门户做生意 最后开始从事外汇买卖 在华人圈中建立深厚的人脈关系 亦明白他们做生意的融资方面 遇到很大困难 以前如果在华人银行 大部分经过本地经理 本地经理就是Comodo 就要收钱 你去华人银行 去LC也好 他有100%贷款 盘谷银行在1944年成立 客户对象以中小型企业为主 其中大部分都是同声同气的华侨商家 我爸爸利用他的朋友的关系 和和泰国政府的关系 希望拿多些生意来 他认识的朋友 尽量就可以方便 外国人银行 可能需要100%开LC的现金 我爸爸或者说 我认识你 我知道你的生意是可以的 所以你就是去买东西 那些东西就不用收你费用了 收你定金 用金的了 是吧 这样做下去 所以很多客户就来帮上盘谷银行 除了泰国之外 陈北辰还将银行陆续在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开分行 不少东南亚华资企业 在草创时期 都受惠于盘谷银行的财务支撤 一批又一批的华人企业家 于是相继崛起 但是我爸爸给我的印象 他决定的东西一定受算 一定要依照他答应的东西去做 所以我也是根据路线走 谁进了银行 个个都是银行的客户 有时你看那些人 穿着衣服没有什么 很安静 很好人 但是那些钱很多 我拿出去存款 真的看不到他有样样 所以个个都是客户服务 一定很紧张 阿公的家庭为止 现在成101个人 很快追 阿公官是第二代 你们是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陈拔臣的家族 由一百多年前 父亲一个人 由潮山到泰国谋生 到今天 家族成员超过一百人 他们对自己的传统和文化 依旧念念不忘 四十五十年代 四十五十年代 或者整线 海外华侨 都是希望自己 可以回家乡 草餐 山仔 是 是 当时他认为 我第一胎 应该是自己家乡 出生 第一 第一 就在一个市场里 去摆放我们的名字 有一个纪念 第一 我对我父亲 想起 都是外国外乡 所以我第一 是在上岛出生 六位中学 我十十年代 其实你刚才听到 我们大家说的 都是有很多种 语言的 或者方言的 因为我们有潮州话 又有广东话 又有很多英文 但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家族 都是华人 甚至去到我们第四代 虽然我们当然 很多都未必是来自潮州 但是我们也是华人的 我和嫂子 她是美国中文大的 台湾人 我和嫂子 是潮州人 我太太 是新加坡 华僑 我大哥和嫂子 是香港人 以我们来说 最后都是和华僑 大家结婚的 但我们又不是 我们的父母有这样的要求 不过 可能我们接触的圈子 都是华人 最终都是和华人结婚 时至今天 陈伯臣的家族 传到第三、第四代 各人在不同地方成长 对自己的身份认同 各有不同 我自己在香港出生 所以一定当自己是香港人 但是我的爸爸 我的祖父 曾祖父 从大陆 山头 潮州 去到泰国 我所有的亲戚 都在泰国 当然 我自己 多不少都 有少少 当自己是一个泰国的华僑 我认为自己是泰国 我认为自己是泰国 和所有的家族 和朋友 在泰国 在泰国 生成泰国 和中国文化 和时间继续 我们开始工作 工作 和中国文化 可能会更多 意识到我们的背景 虽然我是在美国出生 但是我自小就回来香港 我从香港又讀过一段时间 我都回来香港工作 都有成二十多年 我就觉得我自己是香港人 又是中国人 陳伯臣家族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展 大部分生意 已经由第三、第四代接手打理 作为一位结出华僧的后人 对于爸爸的营商之道 一直名记在心 小学生 全青 ono 二十五 九 一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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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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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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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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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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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